亚加达亚运会男篮比赛进入淘汰赛阶段 在刚刚结束的韩国VS菲律宾的四分之一决赛中 尽管菲律宾队的克拉克森砍下了25分8篮板三助攻 但他们还是在最后一截输给了韩国队 82到91菲律宾惨遭淘汰 本届亚运会是克拉克森第一次代表菲律宾队出战国际比赛 加上小组赛输给中国队 克拉克森以菲律宾球员身份出战的前两场比赛皆已失败告终 不过两场比赛 克拉克森场均砍下了26.5分8个篮板三点五次助攻 说回韩国与菲律宾的这场淘汰赛 这两支球队算是中国队本届亚运会夺冠路上的重要对手 两队提前相遇 在前三节打得难分难减 菲律宾队只领先一分进入最后一节 韩国队在第四节祭出三分三手减 配合多次抢得前场篮板打出一波流 直接把菲律宾送出去 而韩国队本场比赛的功臣 当数砍下30分15篮板四助攻规化球员李卡多拉特利夫 拉特利夫是一名强壮的内线球员 也是韩国队的内线核心 面对没有不拉奇的菲律宾队 拉特利夫在内线与取于求 内线单打 招到进攻篮板后的二次进攻以及中距离投篮 18分5亿秀了个变 击败菲律宾之后 韩国极有可能在半决赛对阵伊朗队 如今的伊朗仍然是以哈达迪和巴赫拉米两位老将为核心 面对拉特利夫 金山亨和李承轩的冲击 他们很有可能不是对手 而中国队想要夺冠 最终的对手可能就是韩国队了 拉特利夫曾在之前的是与萨亚州区预选赛中带领韩国队战胜或中国蓝蓝红队 并在比赛中满豹王哲林等内线 此前因为周期缺席 所以本届亚运会拉特利夫将是对周期的极大考验 韩国队是2014年仁川亚运会的蓝蓝冠军 本届亚运会他们很想威冕 而中国蓝鞋主席姚明在本届亚运会新次出征 也是十分重视 所以本届亚运会乱来的中韩之争 我们可以早早展报一下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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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